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的世纪金园 然后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 吃老北京小吃 一人一晚 因为我看上了这个 惊味炖吊子 还有炉猪火烧 他就吃不惯这个汤汁 因为是属于你闻一下或者喝一口觉得特别臭 但实际上你扎麦扎麦这滋味 尤其是配着胶圈吃 这比这个油条要稍微硬一点 然后再来口咸菜 那好吃 我不是吃不惯但是我觉得好吃 看谁是北京人 你就看路上遇到一人 然后给他灌一碗这个豆汁 然后一脚踹趴下来 起来骂街的是外地 起来问你有没有胶圈的是北京人 这个炉猪火烧 老北京好吃 炖吊炉猪火烧 西西肯定要吃的 西西啊 还有一套这个 炸切盆 这个是炖吊子 猪肠猪心猪肺 然后还有一个猪肠 唯独没有猪肝 炖吊子怎么样 这个是炖的 这是猪 炖吊子 炖吊子 这就是火热 火热 这豆汁你吃不了 酸臭酸臭 很好吃 要的就是这味 不容量 这是蒜汁 这是蒜汁 是不是配了蒜汁 这是辣姜 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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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视频 就关注咱们吧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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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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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汁